尹亚初一开工,立马就睡早 昨天是那年初一 台北市立动物园提早在早上八点半开门 动物园前早已大排长龙 还有民众清晨四点半就来排队 他们都是要来看尹亚的 保育员昨天特地给了尹亚新年礼物 这个写着穿的纸箱中 放着麻布袋,阿给,竹叶等 但尹亚只是爬了纸箱 玩完新玩具后就往七架的最高处爬 一下把手放在架上 一下把头枕在上面 好像是在找个好睡姿 后来发现这样子好像不太好睡 再换个姿势 结果一上工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尹亚,你也太没动讨 怎么才上工几分钟就睡着了 原来尹亚前晚要守岁 昨天一早七点多就跟着妈妈到户外场走春了 所以一见课就累了 即使尹亚睡着了,还是一样萌 民众还是看得很开心 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睡觉 一直在睡觉 在树上睡觉 听说一冲上去跑去睡觉 都没有动哦,都没有动 看到小树的在睡觉会不会很失望 有一点啊,不过因为很可爱 所以OK了 昨天动物园涌近五万多人 大猫雄馆的两万四百张参观券 在早上十一点多就发完了 这也是营亚亮相以来的新高 动新闻新年快乐,报导